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2号 先祝大家冬至节快乐 今天我还是想来聊中美战略竞争的话题 因为这几天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面 川普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有些话咱也一次说不完 所以有些话就放到今天来说 今天主要是想说中国军事战略的方向选择问题 咱们还不是说中共和美国竞争意识形态上的较量 今天主要不是说这个 就是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 政治环境出发 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角度 来谈战略方向的选择 就是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 就是择数和择交的问题 数就是这个技术的数 其实今天也是在昨天脑洞基础上的又一步发展了 在导入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起历史事件 就是清朝从同治13年到光绪元年 公元1874到1875年之间 大清朝廷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方向上选择的难题 这就是历史上的塞坊与海坊之争 那是一起著名的历史公案 塞坊是要塞的赛 主要是指在陆地方向防堵沙俄从西北方面的威胁 而海坊主要是指防备东边的日本从海上的威胁 现在说沙俄这个方向 1871年俄国侵占了伊犁 另外从1865年开始中亚浩瀚韩国的将领 塔吉克人阿古白也率军攻募新疆 他建立了一个哲德沙尔韩国 后来又改名叫做弊度勒特韩国 阿古白出任埃米尔 同时英国他为了防止俄国完全控制新疆 所以他在外交和军事上也支持阿古白 他也是为了争取阿古白 那这一系列事件就使得中国西北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在东边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 日本谋徒夺取台湾 牡丹社事件今天咱们没时间解释 大家在维基百度上都可以查得到 总之就是从同治十年到光绪元年这么几年的时间内 中国东西两个方向的安全形势都严重恶化 所以在军事战略上 大清朝廷就面临一个选择 是防备西北的俄国优先 还是防备东边的日本为重呢 所以这就是海防和赛防之争的由来 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威胁 没有一个说你是可以忽略的 但现实情况是国家财政力量有限 所以在安排上 他就有一个先后缓急的问题 他不可能两者同时并重 海防派的观点是以李鸿章为代表 而赛防派的观点就是以左宗棠左帅为代表 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经过了几轮辩论 光绪元年三月 左宗棠的一纸奏折 对于清政府的决策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 首先左宗棠在他的这个上书当中认为 东则海防西则赛防 二者并重 他讲话很有技巧 他不会说我左宗棠的观点对 他李鸿章的观点不对 他不能这么说 他是说两者并重 李宗棠的看法有道理 那我的看法也不错 显得我是公中体国老成持重 对吧 但是左帅真正能打动两宫皇太后的理由 主要是从财政的角度 他说东边的海防本来就有长年的经费 而西边的赛防经费却是今年拖欠 有了上对没下对 有的年份呢 他一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足额发放不拖欠 当此外患猖獗之时 国家财力又有限 难以同时兼顾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撤出了西北的边防军队 把经费都投入到海防 与海防未必有益 与赛防则大有所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海军建设 它是个长期工程嘛 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你靠裁撤西北边防省下的这点国防预算 填这个窟窿你是填不上的 可是你却丢掉了整个西北边疆 这个理由是真正把动了清朝的决策者 两宫皇太后 本来海军这个东西 对当时的中国来讲 就是个新鲜事物 人们接受新事物 它总要有个过程 何况当时人们的思想头脑都普遍保守呢 现实来讲 中国自己没有能力建造铁甲蒸汽战舰 必须要向欧洲列强购买 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咱们有没有人懂 会不会被人蒙了挨宰了 是吧 就有这个担心 同时你把船买下来了 你还得培养海军人才嘛 所以这个事你没个十年八年 你也是搞不定的 在所有这些理由之下 那清政府拍板 虽然海防赛防要平衡坚固 得有个折中 但赛防要更紧急一些 不管三七二十一 咱们先把老毛子的扩张势头堵住了 再说 这个事更紧急 做了决策以后呢 就有大家熟悉的那个1876年 光绪二年 左宗堂西征 收复新疆 就有这个事发生 虽然说是海防与赛防并重 概念上是这么提的 但是人家左帅这边都已经开战了 那当然财政向他倾斜了 所以这次决策的实际结果 确实是让中国海军建设的步伐被拖延了 那么故事讲完了 海防和赛防哪个队呢 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争论 在爱好历史和军事的网友当中 也有很多争论 有不同的观点 中共的历史学者多数是支持左宗堂 反对李鸿章的 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是西欧列强势力 在中国的代言人 李鸿章他为了保海防呢 他确实也提过放弃新疆 暂时放弃啊 所以这也让很多人不喜欢 胡绳就说过 左宗堂和李鸿章 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啊 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 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首先是个态度端不端正的问题 左宗堂立足保新疆 是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 而李鸿章曾经主张放弃新疆 所以他是个卖国贼奴才 可是近些年来呢 由于中国自己也有发展远洋海军的战略 所以从学界到民间有不少人 又出来为李鸿章方案 说李鸿章啊 当时在这个事情上的判断是对的 确实应该海防优先 左宗堂的先赛防后海防 让中国的海军发展落后于日本 所以对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的这个命运 你左宗堂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那咱们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个事情的背景 咱们抛开左宗堂是湘系军事集团 就是他是湖南出来的 李鸿章是淮系军事集团 他是从安徽出来的 咱们抛开这个派系斗争的背景 我们站在一百年后整个国家的轨迹的视角来看 请问大家支持谁呢 如果要说我的态度 我仍然会很明确的支持左宗堂 那是不是俄国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日本呢 其实我主要不是出于这个理由 我的理由是 左宗堂是真正理解了自己所提出的战略 而且他非常清楚如何执行来达到目标 而李鸿章虽然是洋务先驱 算是当时的开明人士 但他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自己所提出的战略 什么意思呢 李鸿章虽然提出建立海军 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海军的性质和用途 而这个硬伤这个理解上的偏差 会使得他整个战略的执行走样 从而不可避免的失败 简单的说呢 李鸿章所主张的是海防 对吧 他是想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作为海上长城阻挡列强 这是他的出发点 而海军本质上并不是城墙 城墙是防御性的设施 而海军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攻击性的力量 海军是矛而不是盾 这种抽象理解上的偏差 我认为是一切灾难的开始 曾经有一个练武术的朋友跟我讲过 在所有的兵器当中 最难练的就是锤 就是那个铁锤 因为锤太重 所以这种兵器设计的初衷 就是以它的重量 在挥舞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动能 来压倒对手 所以锤的招数设计也都是攻击性的 你说这么沉重的一个玩意儿 它很难发展出什么格挡之类的防御招数 所以锤一旦挥舞起来 你就不能停下来 必须以排山倒海连续不断的攻击 把敌人压倒 所以大家看到古代评书里面写的 最猛的武将那都是使锤的 像隋唐演义里的头号猛将李源霸是使锤的 薛刚反唐里面有四猛八大锤 排名第一的是金锤太宝薛奎 第二的是银锤太宝白文豹 对吧 说越传里面的岳飞长子岳云是猛将 也是使锤的 所以海军的本性 它是海上大铁锤 它不是海上长城 它不是城墙 那有人也许会说也不对吧 对吧 因为海军有远洋海军 也有近海防御的海军 对不对 也是这样 小吨位的舰船 它配合陆基的飞机炮台导弹 这些因素相搭配 它可以服务于近海防御的目标 这就像你可以把锤的重量减轻了 把锤头缩小 这样它运用起来更灵活 也就能发展出一些防御性的招数 就像长矛 它也有拨绑这一类的防御性招数 但是长矛 矛它本质上是攻击性的武器 盾牌你也可以用它来砸人 你可以给盾牌上安上撞脚 去撞别人 也可以有攻击性的用途 但盾牌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容易说得清楚 海军本质上就是攻击性的武器 当然攻击和防御 它不是简单的AB选择 它是由一连串的强弱等级所组成的 一般来讲 你判断一项武器是不是攻击性武器 原则也很简单 就是机动性越强的 它攻击性越强 作用距离越长的 它攻击性越强 所以核动力潜艇和航空母舰 是把海军的攻击性发挥到极致的巅峰之作 核潜艇它一次可以在水下待几个月 可以游易到海洋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航空母舰它是移动的飞机场 它能够把火力投送到任何距离海岸线 一两千公里的距离之内 所以它们就具有超强的攻击性 当李鸿章所建立起的舰队 它总敦位数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 你想把它用作防御性的力量 可是别人就不会这么看了 北洋海军的成军 同时大大刺激了日本加速它的海军扩张 而日本却具有海洋国家天生的敏锐洞察力 它从第一天开始 就不会把海军当作防御性的力量 在李鸿章对海军的使用过程中 我们也能看出它这种防御性的思想 甲午战争初期 北洋舰队的用途就是护航 给运送陆军的船只护航 黄海海战之后 李鸿章的命令就是舰队退回基地 依托陆地上的要塞炮台来保船 就是保全海军的船只 其实也就是把海军舰船 作为漂浮在水面上的静止炮台来使用 所以我们看李鸿章虽然力主发展海军 但其实他不能充分理解海军的性质 他在战略的执行中 也就扭曲了海军的用途 失败就在所难免 那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 也就付诸流水了 而这个问题在左宗旁 人家左帅那里是不存在的 他对自己的战略有着准确的理解 他知道要发展什么样的工具 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达到目标 那国家财政资源有限 花在谁身上值呢 那当然是花在左帅身上值了 因为他能赢呢 他就算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 他总能解决一部分重要的问题 所以一百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回顾这段公案 那我当然是很明确地支持左宗旁的 所以今天呢 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面的择数 就是你对自己提出的战略 要能够理解 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工具 以及正确地运用这些工具 其实今天还想谈另一个层面的择数 就是你要对自己的环境 有着准确的理解 才能有正确的战略方向的选择 所以这里呢 我又想提那位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 威廉二世 他继位以后是满怀雄心大志 罢免了那位老城持重的宰相皮斯麦 在全球范围内加入了争夺殖民地的竞争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方向的误判 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了 实力都超过英国了 那人家德皇威廉二世心里就想着 这个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 他有那么多殖民地 那我德国现在也是大国了 实力上跟你平起平坐 我凭啥没有呢 那没有殖民地就配不上我大国崛起的 这个盛世天朝啊 可是大家看一看德国的地理条件是什么 它被封闭在欧洲的中部 东面是巨瘦俄罗斯 西面是宿敌法国 南面是三星两异的意大利 北面的出海口又面临着英国的封锁 堪称是四丈之国 就是它四个方向都有被入侵的可能 在这种环境下 你想保证国家的安全 就必须懂得持盈保态 就是你安安稳稳的别做事 你需要在周围的强林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关系 这就是老皮斯麦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的 而威廉二世一纪位呢 就要大国崛起 就要四方来朝 于是就四处撒币 扩展殖民地 发展海军 可是你要知道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什么 德国你毕竟是个后来者 那世界上的殖民地大部分都已经被瓜分完了 你德国上哪找殖民地去 你想当殖民地大国 你只能从别的强国手上抢 可你德国的地理条件是被封闭在欧洲中部 你和列强的关系都搞坏了 四个方向都被不友好的国家所包围 请问打起仗来 你连防守自己的边疆都自顾不暇 请问你拿什么保卫你远在天边的海外利益呢 其实这个道理说起来不难理解 对不对 就是大家不需要对政治有多少知识 长情长礼出发 也都能够理解 但是人家威廉二世不管 人家有钱了 大国崛起 世界领袖 伟大复兴了 听你那个 所以威廉二世其实也是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提出的战略 所以他也不能够正确运用自己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工具 也是不懂得择数 最后我说到中国 每次这个故事一讲完 说到中国的时候 时间就不太多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对一些 看来所谓顺理成章的观念重新拷问 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说法 说中国历史上是农耕文明 轻视海洋 这是不对地 所以中国要发展起来 一定要走向海洋 要发展出蓝色文明 这话听起来非常正确 不容挑战 是吧 请问你怎么走向海洋呢 那当然就是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 保卫祖国的海上生命线 好 问题来了 强大的海军 你得要多强大呢 我们前面说过海军本质上 它是攻击性的力量 当你的攻击力量强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必然会让别的海洋国家警觉 再从威廉二世的故事出发 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 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什么 就像当年德国在整个全球殖民地竞争当中 是一个后来者一样 中国在当今的海权竞争中 它也是一个后来者 世界上的海洋格局已经非常稳定了 你说我要靠实力重写海洋秩序 好 你要发展强大的海军 可是现实是 你的海军是不可能同时战胜美国和日本的 就像一战之前 德国你虽然很强 你很牛 但是你在陆地上不可能同时战胜俄国和法国 在海上 你不可能同时战胜英国和美国 这事儿 你想都别想 不管你有多强 你也是做不到的 就算中国大陆现在发展海军力经图治 几年之后 你的海军真能打败日本了 再咬紧牙关奋起直追 二十年后 也许你真能打败美国了 可是你想战胜美国和日本两个加起来 那是绝无可能的 是不可能发生的 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应该有这个念想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存有这个念想 那就是一个择束的错误 就犯了威廉二世的那个错误 我们过几十年回头来看 灾难从那一天就开始了 当然中国需要有海军 需要有海洋安全 需要有海上生存空间 但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只能建立在分享和合作的基础上 而不能建立在控制的概念之上 不是说我要控制一样东西 我才有安全 我要控制了海洋 我的海上生命线才安全 不是这个概念 更加不能建立在排他性控制的基础上 就是说把别的海洋强国 把他们的势力赶出去 让整片海洋成为我的内湖 我才觉得安全 你要朝这个思路走下去 除了战争 没有第二个结果 而你不可能同时战胜美国和日本两家的总和 分享和合作也就意味着 你工具选择上要调整 你发展大型的航空母舰 还要建六七艘之多 那就是带有支配和统治海洋的目的了吗 不可避免的就会引起冲突 中国的未来安全和生存空间 我觉得还是主要要在陆地上找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 它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海权国家 它除了发展有限的海军力量之外 就是中国的海洋安全要靠泽交来保障 就是通过外交手段 通过外交结盟 发展与别的国家的合作关系 来达成海洋安全 我说的海洋安全不仅是指你领海海岸线的安全 那个得靠你自己 我主要说的是你作为一个大国 全球性视角的海洋利益 对中国来讲的陆地安全是更为紧要的 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次对国家起到颠覆性的这种结果啊 都是来自于陆地强林的入侵而不是海洋 日本清华也是先占满洲 然后计划由北向南推进一样的思路 所以又回到了昨天那个观点 中国未来战略方向的选择 得投向北方那头怪兽俄罗斯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因为从这个周末开始呢 就进入圣诞假期了嘛 所以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是25号26号啊 我都不做节目 我在想明天能不能有时间多做一集视频 但我明天确实也有别的事 不见得抽的出来时间 我会尽量 但是呢不保证 所以在这里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圣诞快乐 谢谢大家